今天的独立在线呢跟我们一起连线的是公民行动已经记录资料库的陈嘉峰 嘉峰你好 大家好 嘉峰要来跟我们谈一下什么样的议题在这个礼拜非常重要的一个社会运动的消息呢 今天我们要来了解议题是为在桃源航空城的议题 因为最近在媒体上大家也许可以看得到相关的讯息 其实我来大概说明一下桃源航空城这个计划 目前计划是它的规划是有贸易港区 机场专用区以及航空产业专区等等 总共有八个大的园区 其他它主要规划是位在桃源机场所在的位置 这个大园巷的境内 那么有一小部分是会在相邻的卢族相机中立市这个部分 他们预计开发的面积总共有高达了6,150公顷 那么12日的上午呢 桃源航空城这就会呢 他们是首次来到行政院跟总统府来做呈请 那么因为航空城计划的开发案的都市计划审查呢 将要在下周也就是12月的20日呢 要送进都委会来做一个审议的动作 那么这就会的居民代表呢 他们是带着身材的器具像是板手跟运斗这个东西呢 来向行政院诉求要向航空城计划呢 他们其实是说这个计划是威胁到他们生计 跟居民的一些身家财产的问题哦 他们要求政府要应该立即撤回航空城计划这样的一个非常庞大的计划 其实不能让他来草率的过关 我们知道在之前这个自救会也曾经到营建署去经过程庆嘛 那其实也表达他们的心声表达他们的诉求 那这次到总统府不晓得他们在总统府里面提出的诉求跟过去有什么不同 他们这次的主要的诉求或是主要的说法是什么呢 其实这次自救会代表张秋雄他就说 他带来他一身陌生的工具是运动 因为他以前是在做衣服的 所以他表示说其实40年前他们已经有在征收 遭到第一次的桃源机场征收的时候就已经有征收过他们家的土地了 那失去了家族的土地跟田措 那当时其实征收的土地一价其实才40万元 根本换不到一间透田措 他其实打拼十几年来换到现在还不容易又赚到一间房子哦 可是如今航空城的计划又要再次征收他们的土地 将要连根产住 对他们来说他有说了一句话 其实说区域内有许多的居民他们在过去也都是配合桃源机场来征收土地 可是现在要再征收一次的航空城计划要再被征收 他们说其实大家居民都算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机场的难民 政府要来把我们的土地来说 应该就是要索身处就明白 他不是啊 都用谈论 所以你说啊 目前可以说在我们的所在 民心繁忙啊 民生不安啊 所以你说啊 在这些人 转生了一个老先生 这么想要开来做那个 来做什么的 的确这个对居民的这个生计其实是产生很大的影响 特别是刚刚甲粉告诉我们说之前已经在配合征收过一次了 我们看到我们的台湾的政府经常为了所谓的国家的重大建设 而在这个所谓的征收的过程当中其实会有一些冲突 那这个其实是有一些 不同的社会的意见跟看法 特别是这样一种做法 是不是达到这种所谓的征收土地的一些基本条件 都是很值得大家去质疑的 那我想除了这种所谓对生计的威胁之外 到底这些这样的一个征收的必要性是什么呢 对这些居民而言或者是对机场的建设而言 他们真的是会造成这些机场建设的一种损害吗 其实当天在现场呢 桃园航空城自救会的总干事占线张派也是有说 我们其实也知道台湾滴米已经很久了 没有人是反对国家建设这个部分 但是其实如果国家他们为了要建设来去征收土地 其实连于他们的建设所提的很多诉求 其实连一点公益性跟必要性跟还有急迫性 都是没有这样的动作 民众是不能去没有去支持国家建设这样的一个利基点 所以他们觉得说应该不应该有这样 就是不然征收这样的政策 那桃园在地联盟攀充政 他也是有提到三个提到一点 就是说在这个计划里面 第三跑道要兴建是必须要有数据的 那么可是在目前这几年来 特运量跟呼应量 其实平均成长率只有3.5% 可是在计划里面 他的数据确实有高达到5%这样的成长率 所以他说这样的数据 其实根本不能来取新老百姓 这的确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argue的一个点 就是到底这样的一个征收的必要性是什么 这个实际的数字是不是 正如所谓的政府所提出来的这个样子 也必须要比较更详细的深究跟讨论 那我们知道这个自救会他们到总统府去承勤 那接下来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行动 其实他们在高达诉求之后呢 他们将承勤书是递交给了行政院的交通 及环境支援处的一个装装之翼这个官员 他们要求行政院应该要好好来处理这个案子 不能让这个航工程的计划呢 轻易炒帅的过关 应该要限期回复 以及策案退回这样的他们诉求 其实他们表示说 他们需要这样的诉求 可是在当天呢行政院的这个官员他是说呢 行政院会会在这个院会里面是尊重委员会的审议 他们对于民众所提的诉求呢 这个限期退回跟策案退回的部分呢 他们是表示不方便来做回应 可是最后居民在声援的民众跟居民 他们是把沾满红墨水这样的一个纸杯机呢 来砸向行政院来表达一个他们所要表达的诉求 其实这表示说呢得不到行政院官员承诺的他们呢 是最后呢他们是转让总统府来来做一个 在另外一个诉求 就是由居民的代表来进到总统府来做一个抗议 抗议跟承情的动作 我想这个议题值得我们持续的关心呢 因为这也不是一个个案 包括我们之前非常关切的大府的问题 或者是包括华康社区很多的这种征收案 那这个土地的这个征收的问题 其实涉及到人民的生计的问题 那政府动辄以所谓的国家重大建设 作为一种伸收的理由 那在这已经几十年来都用同样的做法 其实根本没有考虑到人民的生计 或者是在这个建设征收的必要性 跟公共性的到底是如何 那今天非常谢谢佳峰来接受我们的连线专访 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 谢谢佳峰 谢谢 到底这个烂摊子何时才能了结啊 这根本是一个非常荒唐的事情 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收听灿烂时光 我是主持人怡秀 这里是独立在线 首先让我们来关心 淡江大学学费调长相关抗议事件 淡江实践大业和世新等四所私立大学 日前向教育部申请调长大学部学杂费 除了淡江大学撤回申请外 其余三所大学以淡江为例 最高调幅到1.5% 12月17号淡大社团五虎钢社 十多名学生在行政大楼前召开记者会 公布千名学生返掌学费的联署成果 并送陈勤书到校长室 出面接受陈勤的淡大秘书长徐定基表示 目前校方不打算撤回调长申请 五虎钢社社长周孟宣哲说 并非只有淡江有学杂费收入 不足以致应相关支出的状况 但应该透过教育部补助 或向外募款来解决 而非提高学费 继续是桃园航空城计划 后续相关抗议事件 预计征收土地3700公顷 破千8000户的桃园航空城计划 即将在12月24号送大会审议 破千在即 17号航空城自救会百万民众前往行政院 提出审议程序草率 与用地需求评估不实等计划 不合理与违法之处 要求行政院立即撤案 桃园在地联盟潘中正指出 今年1月交通部才委托 经济部制作产业规划及招商计划 而直到7月 经济部才开始进行招商策略规划的研究 整个计划案根本是以碰轰的评估数据为基础 这就会将沾有红色墨水的纸飞机设向行政院 象征航空城计划若详行通过 将回家灭村 沾满人民血泪 航空城自救会总干事专线章说 居民的家园即将被征收 但政府至今对区段征收后抵价的位置 换回评数等问题 却都还未清楚说明 最后是浦安堂强制拆除相关抗议事件 12月16号上午 新北地方法院强制执行浦安堂拆除 现场法院执行官柯智隆 要求新装慈佑公与浦安堂进行最后协商 但不为慈佑公所接受 谈判破裂 柯智隆宣布依照强制执行命令执行 但给予浦安堂三天搬移物品的时间 但慈佑公却拆了浦安堂山门外的牌碑 引发声援者不满 爬上牌碑与警方发生冲突 18号浦安堂即将面临拆除大限 当天下午浦安堂理容台带着日前 谢谢您秀编辑播报 感谢您的收听